HELLO 大家好,我是保羅 HELLO,我是現場 太小了吧 HELLO,大家好,我是現場 HELLO,大家好,我是保羅 我們是027沙龍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樣的髮型呢? 想做...有點雷鬼式的編髮 什麼叫做雷鬼式的編髮 可以說明一下嗎? 非洲編的那種 它會在頭上有點... 比較明顯的分線 一格一格的感覺 看起來會蠻強烈的 隔離彩中頭髮不多耶 這樣會不會很多線? 用假髮,後面的假髮 對!所以... 大家有沒有嚇到?應該沒有吧? 還沒介紹來賓 沒關係,大家那麼熟了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是黑仔熊 黑仔熊可以大家打聲招呼嗎? 嗨,大家好,我又來了 對,他又來了 如果大家遺忘他有來過的話 可以點選右上方 有我之前幫黑仔熊剪的影片 那今天我要幫黑仔熊做這個黑人編 黑人編的吧? 對,他說是非洲編 只是用假髮去編 因為黑仔熊的髮量有點不夠 你講那麼客氣就是不多吧? 對對對 我沒說喔 我自己講 非洲編其實蠻適合黑仔熊的 因為黑仔熊其實也長得像非洲人的 是嗎? 喔,不是 可是你叫做原住民選手 有EDIR的系統? 好像有耶 有啊,對啊 我記得好像有 你知道以前啊 以前那個板塊啊 在北齊那邊的時候 美洲跟亞洲是合起來的 這個你知道嗎? 他是幹Golf 沒有,我在幹Golf 沒有,我是講 我們自己蠻羨慕原住民的 是一個五官立體 運動能力家 酒又會喝 柯白衣 柯白衣 你講哪 講的四個我大概只有中一個 可是講真的啊 就是原住民其實真的長得很帥 而且他們練肌肉都練得特別快 喔對 真的 幹,媽的隨便練隨便裝 真的啊 你看黑仔熊炸 就是那個老包男主人是超像的 連那個 連髮型 好啦,我們回到正題啦 因為今天的主角不是我 那我今天就是只是開場拍在那邊公告而已 今天的主角是我們的奶王保羅哥 那今天我們就交給保羅 然後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黑人非洲變 該怎麼做 他細節在哪裡 他頭凸的人要該怎麼做 我覺得今天黑仔熊來這邊就贏了各位 各位第一次 沒問題 沒問題 大家都那麼熟了吧 對啊,很躺很躺 接下來就交給你 還有我們今天的不是Gay的小事 應該是不用這樣介紹 大家聽他聲音 那我們就交給保羅跟小事 然後跟大家一起介紹一下 非洲黑人變 然後在禿頭上面 要怎麼去編 禿頭我已經講了兩次了 大家 那我相信有非常多的觀眾 然後頭髮髮量不多 然後又希望頭髮多 像這種情況 如果我們用一般的燙髮的話 還是會不多 那除非你用玉米虛碼 把它加起來 可是問題是現在什麼時代 又沒有人想當棒棒糖男孩 剛好黑人變 雷鬼 髒變 全部剛好都可以彌補這些問題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 GO 你要先洗頭嗎? 先洗頭嗎? 這台要洗頭喔 不然綁完之後不是洗 喔真的喔 會臭臭是不是 對啊,可是這種頭不是都臭臭的嗎 基本上今天要讓它嚮往 好,洗頭,GO 現在剛洗完 欸,可是黑仔球 為什麼洗完就已經乾了 感覺 因為頭髮太髒了 你硬要 又染過 邊髮 要濕的邊還乾的邊 濕的邊會比較好邊 為什麼? 乾的它會一直探來探去 不好做 那如果厚的頭髮也是這樣 對啊 反正你邊的時間很久了 你邊往它差不多沒乾 對啦 尤其像頭髮乾得很快 通常頭髮的營養成分不夠 乾都乾都很快 就是開始就是弱髮的開始 對不對 對 幹嘛不至於笑 你自己覺得它被攻擊很多次 你是不是很深淡嗎? 因為認識我才敢攻擊好不好 你看有時候我拍片 我都不認識的 我講的都超保守 欸,你這個把量比較少一點喔 這種話是跟女生講的 有的時候在做女生客人的時候 她臉明明很大 你只能跟她講說 如果你這樣剪的話 我覺得可能對臉的效果不好 跟男人有幹 叫你剪的嗎? 跟包子一樣 你覺得你確定要這樣剪嗎? 幹 你喜歡也可以啦 還是可以幫他剪嗎? 哈哈哈哈 吃到我口水 好啦,那現在第一步要幹嘛? 先抹一點護髮 太乾了 那我們小四哥 四哥 乾翅膀硬喔 是大哥 我發現四哥比你們兩個高好多 你知道人到40級 所以已經不太在乎身高 那你會在乎嗎? 以前會 現在還好 為什麼? 因為有小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先大包 後面也大包 塗完了以後 接下來要做鞋子怎麼做? 直接開始分區 開始編啊 那怎麼分? 還蠻講究分區的 所以一定要分得很正方式 基本上我會從後面開始編 好,反正在分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分直 然後它的髮量又特別少 所以也不能分太小 不然會 桿就直接小 很小 它小一戳 我覺得你奶好小 感覺怪怪的 感應仔超小 感覺不是更直接 因為它後面這邊是圓的 所以我就是分 這裡是一個角 然後它這裡是圓的這樣 這樣看得到嗎? 可以吧 導演是正點 可以可以可以 我過去拍好了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中華英雄 反正這個就是要給它交貼 感覺就是一個編上去的手法 對對對 就是這樣 讓它進去 進去 怎麼進去? 然後編起來 分區就是 盡量是正方形吧 但它後面這邊推的是 有點圓弧過來 所以我這裡就是分一個角 然後這裡就是保持它的圓弧 它就是看起來有點 算是三角形的感覺 順著排過去就可以了 有分哪邊開始嗎? 其實沒那麼差 那如果以開始來講的話 哪邊開始會比較難? 哪邊開始會比較簡單? 如果你正中間開始會很難啊 因為你不好抓那個分線的區域 就是從輪廓線 看你用從哪邊開始都可以就對了 對對對 最好是從輪廓線 輪廓的話都可以 中間的話會有點難 因為你要先想好 全部怎麼排啊 是大哥 阿肯你不會這個對不對? 我不會啊 你以前有在做對不對? 沒有 你以前有沒有在做? 沒有做 我會燙雷鬼啊 只是我會覺得 幹好累喔 不是啊 這個像我們027 每個員工都有每個員工厲害的地方 有時候就交給他們就好啊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長處 跟短處 像我的短處就是愛 所以兄弟有什麼感想? 對於今天要做這個東西? 沒有 我完全無法想像 最後會變什麼樣子 你沒有心理準備? 完全沒有 大宗你跟我說 要用這個開始 我滿頭都是一片問號 有點緊喔 喔好啊 緊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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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頭髮這麼長 那算了沒關係 還可以再剪 這一條來決定 你這樣弄一刻不少錢喔 四五千吧 還好啊 我這樣講會不會大家覺得很奇怪 幹這要花多少工? 你知道手工店 手工店也是有這些兩千 有一些要兩千 有一些要兩千 有兩千七的 那你就是幹 你就是幫他大家手下 幹這收價錢 欸你要想一下人力水電 對不對? 還有有一些他為了怕警察跑進來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人事成本開銷 然後小姐要賺錢 店家要賺錢 經濟要賺錢 兩千六 剛好啦 我們沒有警察跟經濟的問題 那是我們有手工的問題 我們有手工的問題啦 那老闆要賺錢 快編完一支了 幹這編下去 幹感覺媽的 超會跳舞的 現在差不多編完 然後就把他橙筋綁起來 然後發給他 準備修一修 因為這是夾法 這是纖維對不對 對啊 好啦第一根結束啦 嘻哈 好啦那我們現在準備第二根 然後我們剛剛有在考慮說 把這邊做得更密一點 來這時候介紹我們027的椅 我們027椅子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爽嗎? 好爽喔 出來了沒? 好啦我們現在要編第二條囉 這個做完整顆頭大概要多久? 3個小時左右吧 剛剛講好像 還要減 因為還要減啦 快速是比想像中快速 不是真的快速 喔 比張變快了 對啦比張變快 它其實這個也算是長片 這也算長片 長片也分很多種 不是只有那個大層 一根一根的層長片 有送嗎? 拿棉被來都可以睡覺 好適合半夜沒睡覺 然後早上就來編這個 我其實今天有一度在考慮這麼做 昨天晚上乾脆不要睡覺剪片 剪一剪今天來就直接睡 誠心要當個廢人模式 是不是以為上節目還要講很多話 所以不敢想 現在想要睡一下 沒有我打定主意 如果我要來睡 就是要來睡 我相信肩長 獲得住一切 哈哈哈 沒有肩長跑去運動 對 這是我預料之外的事 要竟然跑去健身 幹 還擔心我們變太快 不要變太快喔 慢一點喔 好 好 我們現在改用灰色的 也不是灰色啦 這是算鐵灰色的 然後這個是 有點淺的藍灰色 至於為什麼呢 因為有點不夠了 戴胸的頭髮 HV太低了 對 要補比較多細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可能只能開兩包 原本想說一包就可以了 結果又要兩包 沒有料到 不好意思 但是雙色也是蠻帥的 所以一般在做這個髒店 也會五顏六色的 有啊 有的它買來的時候 它就是有點漸層的 蠻特別的 那時候 我在買的時候也想說 要不要買漸層的 但是又想說 仔熊的 換大家平常看起來比較 簡約一點 這樣頭髮會不會太滑 所以我就買的這兩個顏色 看起來是比較 就黑白灰嘛 比較好搭的顏色 為它著想 真是貼心啊 貼心 現在已經過了 我們已經編了兩個小時 現在有一半了嗎 快了快了 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真的假的 那蠻快的 不會很久啦 所以比那個燙的還要快 對不對 有的是它是燙過黑人燙的 然後再編 就要先加一個黑人燙的時間 黑人燙就四到六個小時 然後四到六個小時完 再編 再加這個大概三個小時的話 一天就過去啦 好那我們繼續 靜特鞋 再一次 太帥了吧 哇 好厲害 好乾喔 真的蠻屌的耶 欸髮量變多耶 從大突變小突 沒有啊 感覺如何 爽嗎 感覺頭上變重了 欸乾 蠻帥的耶 你看 氣單人 接下來就可以剪一剪啦 接下來要怎麼剪 適中 一定要推一推啊 對還有咧 這個髮尾很像充電炮 髮尾再稍微修得 小一點點 小個一半吧 對 就可以了 那要怎麼讓它把它擰聚起來 可以用火燒啊 也可以啊 就是要閃的也可以 要用燒一燒什麼東西 你覺得閃得好看還是 其實我覺得閃得不好看 好了 我們現在正式編完啦 那我們就請保羅乃哥 來分析一下 這個頭怎麼編 然後還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我們在編的時候 因為它的髮量看起來比較少 所以我們前面 有稍微疊磚一點 才不會那一條線 看起來太明顯 那個格子 因為它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密 所以一定要疊磚 讓它看起來是比較交錯的 交錯的感覺 喔哇 這樣好屌 好像蟑螂的肚子喔 喔不是 然後等一下旁邊就修一修 然後髮尾稍微把它弄小一點 OK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下一步囉 那我們待會見 我們 GO 哇你這個外套實在有這麼浮誇 對啊 柯拉松 幹往下拍 往下拍 嗯 吵不大了 手腳放開 穿免備注們 你這樣好像熊喔 但看起來是很保暖 超暖的 滿暖到發瘋 對 暖到流汗 你這個在哪裡買的 就那個賣那個棉被的地方 喔 沒有然後 大家講保羅推工超強的 一個晚上六隻嗎 你要看他一年年紀小 幹 本家店最色人就是他 屁啦 好 不是嗎 我覺得不是耶 那那一天 沒有啦 哈哈哈哈 幹超嗨的 好啦 我們弄完啦 那我們在最後的時候 聽保羅來跟大家分析 分享一下 欸仔熊這顆頭 我們剛剛剪完 不過他上面還有點毛毛的 所以我們要磨一點木質 讓他的毛罩程度更低一點 再把它吹乾 木質磨完之後 他的毛罩的懶度會降低比較多 然後他的整理方式是可以綁起來的 綁起來的時候可以就是 隨便放個兩根 剛剛Kate說很像蟑螂 放個兩根 一定要兩根嗎 也可以放多一點啊 沒有就兩根 喔 像這樣子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放兩根會比較娘耶 然後上面你大概隨便 你給他眨一個圈這樣子綁起來也可以 撒克 那有沒有看過鋼彈 不要再玩了 剛好現在流長髮的男生也蠻多的 對 編髮也是一個選擇 而且可以回復的 不一定是要看 欸幹 對 可以綁這樣 純粒 純粒 好啦我們先用幾個型給大家看 那拳放下來是怎麼樣 閃啊 隨便你要怎麼擺都可以 你要往前擺 或是往後擺 我覺得應該都是 稍微往後擺 你看 幹 我脖子要斷了 帥喔 全撥到前面是這樣 全撥到前面喔 嗯 喔這樣 對對對這樣比較好看 平均放比較好看 壓頭壓頭 壓頭 看頭頂是什麼樣子 壓頭 不是不是 喔喔喔喔喔 這樣頭頂看很帥耶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綁 那這要怎麼綁呢 其實可以全部綁 綁起來你可以做一個反折 好 先綁給大家看 其實還蠻簡單的耶 就是綁起來然後這樣 就是比較隨性啦 都可以 反正你走一走它就會鬆掉 然後你也可以說 放個幾根 放個一兩根 我的話我 我比較喜歡放兩根的感覺 這樣看起來其實也會蠻酷的 醬寶蠻帥的 我覺得這樣蠻好看 然後 剛剛仔熊有說 它很常戴帽子 也可以戴帽子 其實戴帽子 其實戴帽子看起來也蠻有可行 因為它那個發位蠻長的 它都會露出來 來轉360度給大家看 喔這樣很帥耶 這樣蠻帥耶 也可以放前面戴帽子對不對 可能卡 太鏘了啦 放兩三根 放箭也可以 對啊這樣比較帥啊 很像跳舞的耶 有點像Maze 對有點像Nike老師 這個髮型真的不錯耶 如果大家想要弄的話 要記得預約寶 它真的很會編 然後它也很會吹 吹不會啊 吹沒有很會 吹要加錢 它也很會抓 抓抓可以 可以抓可以吹 對還會編 好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與分享 那今天也很謝謝仔熊 來到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 壓起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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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